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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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13歲左右在圖書館 我看到一些畫畫的書 一個叫做《魏詩》 是一個美國很偉大的畫家 他被寫實的 另外就是一些鄭板橋的竹 水墨 山水等等 兩方面 無論是中西的 我都很感動 看完《魏詩》之後 甚至乎有一種感覺 我長大的時候 我要做畫家 一個叫謝克 的一個中國畫理論家 他有錄法 怎樣欣賞水墨畫呢 就是其中有最大的標 其中一個就是《氣韻生動》 《氣韻生動》這件事其實很抽獎 而《氣韻生動》 其實都不是放在西方 都是沒有這件事 西洋畫 其實其中一種元素 主要是點線面 中國畫 其實就是四種元素 它是乾、濕、濃、淡 我們主要是用墨色 去表現一種氣韻 就算它的顏色 都是附著在水墨上面 因為黑色它才是最基本的 水墨畫的主要元素 然後黑色裡面的墨 我們剛才說乾、濕、濃、淡 這種四種元素 然後形成了一張畫的節奏 形成了一張畫的一種混亂 因為每一次創作 其實是一次獨立性的創作 有時候 譬如我們可以很具象 我舉例 比如獨孤狗劍 我可以很具象地 玩一個令狐聰 握著一把劍 這個已經可以獨孤狗劍 它當然有一個特定的姿勢 或者它有一個速度 可能就變成了獨孤狗劍 但是我好像意象地 可以在宣誌上去潑灑一些墨 其實在我的意象裡面 已經是獨孤狗劍 所謂沒有合 其實要分開兩個字去說 沒有其實是一種強身健體 或者是一種功夫 合其實是一種合二精神 所謂的合二精神 在麥加的時候已經說到 其實是一種犧牲的精神 是一種勞見不平拔刀相助 健而勇為 即是一種合客 它有能力 然後用自己的能力去拔刀相助 剛才這麼說 這種精神其實在我們中國文化裡面 一直幾千年下來已經是有的 但是為什麼中國水墨畫裡面 沒有這些元素呢 就算中觀現在 中國裡面都很少會放到 武俠這個元素在中國水墨畫裡面 我們看傳統的中國水墨畫 我們看到讀書圖 官暴圖 即是看瀑布 或者是很寧靜的 或者彈琴 或者足企 這些就有 但是不會有打架 即是不會有合客的行為在裡面 那就是我和因為在現在這個時代 或者剛剛又像剛才說 香港的一種武俠氛圍 或者我和柴先生的一種淵源 然後就形成了我和武俠的一種關係 又剛好我又是喜歡水墨畫 所以就把武俠這種元素 加入了去水墨畫 我想所有畫中國畫的朋友 都其實在問一個問題 或者在問一個答案 就是中國畫的發展方向是怎樣 或者可以怎樣發展 因為中國畫其實 我們不說得遠 或者由宋或者圓 那些一路下來的 一千年左右 那變化其實已經不是很大 尤其是山水畫 或者是怎樣設合現在的時代 怎樣有人民精神 或者這些問題我們是不停在找答案 我將譬如武俠的元素切入中國畫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我正在走的方向